你知道东西买贵了 店家依法有据是不必要无条件退货的吗 台中有一名消费者 在5月3号他花了6000块钱 买来了集电器 因为不满说其他的通路打听的结果 这同款的价格是5300块钱 这一差差了700块 他份额要求店家必须要退货 但没想到遭到了拒绝 他把这个跟店员的护杠的过程 PO到网路上 但是呢 肖保官说了 除非是商品有瑕疵 或者说这个商品是邮购的推销的商品 才可以在7天之内无条件的退货 其他的商品不可以说你买贵了 你就想要退货 我们是做更换而已 我做更换也不会被当高原K吧 人家外面才卖5600多 所以我这个要卖 你换换我要卖6000多块 原来商品买贵了消费者 难要求店家无条件退货 消费者一手拿的发票 还有一手拿的商品符合退货流程 这回却踢到铁板 所以只能更换 对啊 不能退货 几天内也不行 对啊 5月3号花6000元买来的集电器 5月9号来退货 消费者紧咬消保法 7日之内可以无条件退货 却被拒绝 双方拉高分贝越吵越凶 你们这个跟不到 我就跟别人买 要用这个钱去退货 买他买不可以 你跟消保我这么说 来到店家双方就是为了这个6000元的集电器 闹得不愉快 业者强调商品本身没有瑕疵 不能因为买贵了说退就退 他要求的我们都有帮他处理 只是说他在价格上 真的没办法配 消保法也规定 7日之内无条件退货的 只限定在推销商品 以及邮购商品 其他货品除非有瑕疵 否则恕不退货 像是这名消费者 打听其他通路的集电器只卖5300元 和6000元买来的集电器 一差就是700元 份额退货被店家依法有据拒绝 那么买贵的消费者如何自保呢 只能说买之前最好秉持货比三家 不吃亏 最近新闻联名兵咒语的台中采访报道